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次以中国国家主席身份访问俄罗斯的习近平 乘坐的专机就是降落在这里的 十年后 习近平主席又一次把俄罗斯 作为他当选国家主席后出访的第一站 专机仍然会抵达这里 这十年间 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 而中俄关系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不断地提制升级 老地方老朋友这次又将书写怎样的大国外交故事呢 这十年 中俄心连心 亲戚越走越亲 朋友越走越近 习近平主席曾经说过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中俄都是搬不走的好邻居 拆不散的真伙伴 在这次的处名文章当中呢 他也强调了今天的中俄关系来之不易 中俄有意历久迷心 必须倍加珍惜 我们也相信这会是一次合作之理 过去十年 中俄首牵手合作的蛋糕越做越大 已经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格局 而中俄合作的每一步重大的进展呢 都凝结着两国元首的心血 相信大家都在新闻当中看到过 两国元首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 共同见证过田湾核电站 徐大铺核电站的开工 也共同见证过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的 正式投产通气 而每一步重大的进展 当然也凝结着中俄两国人民的心力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去年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了1900亿美元 比十年前增长了116% 而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 中俄深化合作的空间应该说更大了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着 习主席的这次访问呢 能够推动中俄的合作量智其声 我们更相信这会是一次和平之旅 过去十年中俄背靠背 在互不干涉内政 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基础上 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俄关系建立在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的基础上 既不会对任何国家产生威胁 也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干扰 成熟清醒坚定 而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以和平为目标 为和平而奔亡 那近期相信大家都已经关注到了 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概念文件 到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 再到主持沙特伊朗的北京对话 推动两国改善关系 可以说中国从理念到实践都在体现着维护和平 劝和促谈的一贯立场 都体现着一如既往的大顾担当 普努科沃专机机场正在为迎后习近平主席专机的抵达 做最后的准备 在这儿会有一个高规格的迎接仪式 而这次呢俄方还特别安排了副总理 中俄总理定期会务委员会的俄方主席 到机场来迎接习主席 这可是打破了俄罗斯官方到机场迎接外国领导人 以往规格的惯例是属于最高规格的领域 那现在呢 弗努科沃专机机场的气温只有三度 天气很凉 但是有意会让人感受到很温暖 中俄关系就像普京总统在今天的署名文章当中说的那样 树立了大国之间和谐与创造性合作的典范 弗努科沃专机机场呢 就像是一扇敞开的大门 迎来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从新阶段到新时代 而今天呢 这里又迎来了中俄关系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又一笔的棋笔 习近平主席自担任国家主席以来 将第九次踏上俄罗斯的土地 为友谊而来 为合作而来 为和平而来 习主席来了 习近平主席的又一次俄罗斯之行已经正式开启了 他说每次到访俄罗斯都是诚信而来 满载而归 同普京总统一道开启中俄关系新篇章 我们相信这次访问将同样如此 大国外交最前线和您继续一起关注 我来这次访下转秀的条线和您将讨论 您可以评论 我们下线和您的照片